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公主連結的影片 最近台版剛開第19章節 也意味著角色是可以升上R12的 那有哪些角色適合R12的三件裝 有哪些角色適合卡R11 又有哪些角色適合卡R10呢 現在我就來分享一下我目前台版的一個練度 本期影片是在6月16號的晚上結錄的 那在6月17號的時候會開放 現在我有做一個簡單的懶人包 目前畫面上的是公會戰裡面 比較適合升R12的一個名單 那有幾個我必須要提一下的就是 像是伊莉亞 他會增加魔爆還有魔攻 很多人會因為伊莉亞自爆而不去提升他的魔法爆擊率 但只加了7 所以事實上他爆就是會爆 不爆就是不爆 至於會不會爆呢還是要看他的臉色 那他在升上R12的時候會有一個東西是TP減輕 會多6 TP減輕就很像是 他這個數值越多 那你在開大的時候他會退更多的一個TP給你 假如說 在0的情況下他是消耗1000 不會有任何的數字還給你對不對 那如果他多了6 那有可能他會給你10 所以當你開完大學的時候你可能會有多那麼一點點的TP 你可能看不到 他就多一個小藍條給你 所以為了這個的話 會比較多人會選擇說把他升上去 然後另外日和和新村日和呢 看目前的一個數字網站來說的話 物攻物爆都有提升 但是血量物防還有魔防會少一點點 所以在公衛的開戰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去測試一下 R11滿裝跟三件裝是有什麼樣的區別 但我認為差異不大 所以都是可以升上去的 剩下這三隻我需要提一下 因為在日版5月的公衛站呢 雙子座有個王 是雷電 那我的角色呢是滿磚的狀態 所以 在雷電開完招式的時候呢 我的松鼠開不出大招 所以 建議玩家 可以讓松鼠卡在R10 專武不要滿 甚至 我的情況就比較特別 我是選擇不讓 角色的裝備練滿 就是當公衛站開戰的時候 我在一個一個往上升去測試 當我測試到我滿意的時候呢 我在打正式戰 當然這期 也滿期待啦 因為畢竟 台版這期公衛站好玩的點是 第一個有情人節靜流可以玩 然後第二個呢 這期有雷電 所以我們可以用雙子座的陣容來打 這個這次的水瓶座 所以是可以 好好期待一下的 然後另外可可蘿跟勇可呢 目前都是卡R10的一個狀態 然後最後 這三隻 萬年R11 像是克種 然後吉塔 吉塔我是已經升上去了 就是我目前在日版的進度呢 是R13滿裝 但也是在雙子座的時候呢 大家測試 R11的吉塔是比較強的 所以建議大家在 台版雙子座前呢 還是把吉塔留在R11的狀態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另外真琴 真琴的話我是在日版R13事件裝的時候 才升上去的 所以這個角色一樣是可以卡非常久啦 然後再來要提一下的是 如果升上R12的話 TP上升會少3 所以這也代表著 這個有時候大絕會 不太有跟上 所以建議玩家 現在是R11滿裝居多啦 反正 畫面上你沒有看到的 你都先滿裝 剩下再談 然後另外要介紹一個日版網站呢 我之後會貼在這個 下面留言處 在左半邊會有一個裝備的差分 像我們就可以點擊這個R11跟R12 3000張的區別 然後通常我會按這個物攻 然後去判斷 像是舉例 這個新村日和嘛 如果說R11跟R12 TP上升的數值沒有減少 那會增加物攻 和物爆的話 那這個角色就適合升R12 然後當然我剛剛有提到說 他的HP物防會 這些會降嘛 所以有可能會死 但我覺得-3-5 這個差距是 沒什麼太大的影響 然後再來舉例 真情好了 真情這個角色呢 他TP上升會-3 克總 還有吉他呢 同樣都是TP上升會-3 所以當TP上升有影響的情況下 我們都不會讓這個角色升到R12 不會這麼快升 也許會在 R12的五件裝或六件裝的時候 再升也不遲 然後至於法師角的話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然後例如有貓我們就推薦升嘛 因為有貓呢升上去之後 魔攻魔爆都有提升 另外還有TP減輕多了6 所以這應該也算是必勝的類型 好另外在蘭德索爾圖圖館一樣會放在下面的留言處 也有這個裝備的一個掉落率 其實現在大家會比較缺這個手環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哪個張姐會噴這些附屬品 就去多刷這些 還有太陽神 我個人在台版也是很缺 缺爆 另外有些裝備 他會有一個附屬品 像是這個 斧頭沒事 是鐮刀才有附屬品 這把刀需要 那個 大長劍這一把 還有這個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這個應該是龍拳刀吧 會缺這兩個 然後另外 幾個法杖也是要 這個應該是生命之杖 然後這個藍裝 我應該是超多的啦 這應該沒有什麼玩家會缺 這應該沒有什麼玩家會缺 然後這件裝是R11的第五件裝 喔這個很恐怖喔 現在你看到這個叫做吸引鬼匕首嗎 他的下面有個分支叫施舊的手勢 在日版的時候我超缺這個 很缺 所以建議玩家在這個地下城壁啊或者是競技場裡面看到這個東西就順手給他買下來 真的不吃虧 真的不吃虧 因為我當初 為了練角色我甚至還要課一到兩管去刷這些東西 實在是超浪費的 好這兩個網站就供大家去參考一下 另外還有一個角色是沒有提到的就是情人節淨流 情人節淨流呢我看了一下日版的網站 最主要他是有一個TP上升的防具啦 就他有這個魅影鎧甲在R12 所以我認為是會升到R12三件裝的 因為第一個是一定是物攻物爆有提升嘛 然後TP沒有下降的話那一定就是升上去沒問題 然後像我日版的話 是R12滿裝卡一段時間了 那如果你的情人節淨流 在我們還沒提點的時候已經升星了 那你可以選擇R12 裝備 放上去 然後你只要生命鎧甲就好了 剩下的裝備 就是讓他零星 不要升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可以降他的物防 可以降他的魔防 讓這個 賺取TP的能力會更高 反正情人節淨流呢他算是一個輔助角色 所以他的傷害根本不是重點 所以比較需要的是 他在一些關鍵的時候 越早開大越好 那如果說三階段他有些時候活不下來 那你可能就要考慮升星 或者是把裝備 一步一步慢慢升上去了 因為在上一期的攻位戰啊 我的留下 我的留下 我的留下就是 R11的三箭裝 然後左邊沒有滿 然後但是我 左邊沒有滿的時候呢 我打馬的時候掛了 所以我只能一步一步往上升 然後我就想說先升這個 慢慢升上去 然後最後面撤到一個不會死的走的時候就好了 所以這攻位戰是比較煩人的東西啊 以上就是我本期的分享 如果沒打攻位戰的角色 R11滿裝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坦克裝法HP有提升就升上去 灰卡R11都和TP上升有關聯 下一期台版的專武會有小坎還有小臂 月底加倍的時候就多刷一點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留言處問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各位掰掰